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用中性帅气风当作一个概念 因为这几年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女生在穿着上面 我觉得越来越自由了 你可以看到各大品牌呢 都不约而同的推出了 非常多是处于过去 我们在男生的衣柜里面 才会看到的一些景彩单品 比方说骑士夹克啦 或者是比较帅气的风衣啦 甚至是一些男生版型的西装外套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利用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为大家诠释 如何穿出最帅气中心的感觉 在今年的冬天 这一套呢 是以英国顶级的时尚品牌 Burberry 在2016年秋冬所推出的新作 那我刻意让男模跟女模呢 都穿上了一个 有点类似海军大衣 是个双排扣的Pico剪裁 跟mix掉一点点风衣剪裁 感觉的这种新式款式的大衣 那这一套的风格呢 是来自东伦敦的O-Sense 那大家一想到O-Sense 就想到这些皮衣啦 或者是比较酷帅的风格 那确实在男生跟女生的部分 我们统一一个主轴 就是利用骑士夹克当作一个主角的单品 所以可以看到包括女生的呢 是毛海大帆领的这个骑士夹克 然后它带有一点点圆形的轮廓 那我们底下特别配上一个 比较简约的短裤 也就是说呢 在上半身我们凸显一个 比较阳刚的感觉 可是在下半身的地方呢 利用短裤凸显女人 比较性感的曲线 那再加上一个很简单的军靴 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兼具中性风色彩的 一个冬天的穿着 那除了英伦式的风格以外呢 法式的优雅 其实在今年也呈现了 非常多中性风格的色彩 那包括这个LV LV的部分呢 我们先看到女装 女装在内里的部分 是一个不对称剪裁的洋装 那这个洋装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利用色块的拼接 在拼接跟拼接的地方呢 又用这种类似 金属定书真型的一种设计感呢 去做出非常好玩的这种趣味哦 那在外照的部分呢 用一个简单的Change Code 也就是一个风衣 卡其色的风衣呢 在今年LV里面是 比较属于放松你身体的曲线 也就是它没有那么的合身 它在秀容的地方 稍微做宽松一点的感觉 再度呈现出比较中性阳刚的一个色彩 那在这次女人我最大的计划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创意 就是请我们的时尚超模Giwa 穿上男装 那这一次我们选用的男装呢 是来自这个意大利的品牌 Docchen Gabbana 那大家都知道Docchen Gabbana 你会想象到的就是 有一点是西西里岛的风情 那这一次呢 他们特别用了60年代 西西里岛里面呢 选自了一些 比较属于60年代老电影啊 或者是西部风情的感觉 去融合在里面 所以在整个西装外套的剪裁上面呢 会有很多的刺绣 那这些刺绣呢 包括了有仙人掌啊 马车啊 手枪啊 你都会联想到很多是 过去我们老电影看到的 这种西部风的元素 听完我以上的介绍 你是不是觉得还不够过瘾呢 没有关系 记得买我们 这一次12月号的 女人我最大 你就会看到更多 更精彩的 属于帅气风格的 女性穿着 好